大家好,我是Edit 今天這條影片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帕斯幾個不同的社區 隨著澳洲逐漸對外開放 越來越多合資格的簽證詞 有人可以入境 來到澳洲,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一定是住屋 我其中一個188 client 也準備入境 所以他叫我介紹一些好的校網區 因為他小朋友更小 又適合他們一家四口的apartment 他就說明他只會選擇apartment 因為他覺得apartment 比起house少些maintenance 比較適合他們 其實在澳洲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房屋 包括獨立屋 apartment,townhouse,duplex等等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會跟大家介紹 幾個不同社區的公立學校 和apartment的價格 而我亦約了一個相熟的real estate agent 可以看看快要建好在ardross的apartment 順便拍照 和發出資料給客人看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地區就是Apple Cross 大家可以看到地圖上 Apple Cross距離 北施時中心10公里 駕駛大約14分鐘 而Apple Cross周邊的社區 就有ardross,blogrund,mnt,pleplex 首先介紹一下Apple Cross primary school 根據Better Education這個網頁 它的排名是第15 其实你现在在这幅图上看到所有的学校的state overall score都是99分 所以也是很好的 另外这小学也是给小朋友focus是用一个enquiry approach 去通过自己的阅读、观察、实验、思考、讨论等途径去进行探究 从而可以令到他们掌握相应的原理去强化学习 下一间要介绍的小学就是Buragun Primary School State overall score是98分 学校官网说他们是专注文化和艺术 当中包括音乐、视觉艺术、戏剧、LOTE和科学领域上 下一间就是Mont Pleasant Primary School State overall score是97分 这间学校也有他的Art Specialist Program 还有一个ESL Support Program ESL就是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给一些英文不是母语的学生提供支援 最后一间要介绍的就是Ardros Primary School State overall score是98分 现在大家看到的Drone Video 就是Arrdros Primary School 中的校园环境了 讲完四间小学 现在就讲讲中学了 如果你是住在Apple Cross、Buragun、Mont Pleasant和Arrdros的话 你去的公立中学就会是Apple Cross Senior High School 有几条街在Mont Pleasant 是Fall intoApple Cross和Ros Moines Senior High School的Dual Zone 即是说如果你是住在那几条街 你可以选去读Apple Cross或者Ros Moines都可以 Ros Moines Senior High School 之前有条片已经介绍过 那今天就讲回Apple Cross Senior High School Apple Cross这间学校的排名是排名第六 学校一共有1600个学生 Apple Cross Senior High School 正正在Arrdros Primary School的旁边 Apple Cross有一个Visual Art 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 这个program始源于1968年 也是西澳第一间学校有这样的program 另外他们也有一个Specialist Tennis Program 这个program已经得到教育部 和西澳网球总会的正式认可 这个program是由前巡回赛专业人士 和教练去指导的 入了这个program之后 你可以代表学校、西澳 和国家参加不同的赛事 如果你小朋友有天分 亦都想成为网球界的明日之星 就可以考虑一下这间学校 刚才提到的几间公立中学 你就一定要住在他们的catchment area 才可以读到 现在就看看这几区的楼市中位价 和一些三房两玉室的apartment的钱 Apple Cross就靠近河边 它的楼市中位价是160万 现在你看到这个117平方米的apartment 叫价是1.06m起 另外这个159平方米 大概1700多尺 有超级河景和city view的 就要230多万了 去到Buragun 中位价是91万 Buragun本身不是有很多apartment的 这个三间房两个浴室 两个车位的apartment 就是93万 而Mount Pleasant的楼市中位价 就是136万 刚才提及到 Mount Pleasant有几条街 就是Fall into Apple Cross 和Ross Point Senior High School的dual zone 如果你小朋友还小 你未决定到 究竟哪间公立中学比较适合他们 而Apple Cross和Ross Point 亦是你心价的中学的话 那你就可以考虑参考一下 这个local intake map 看看Mount Pleasant的apartment 这间面积122平方米 就是卖1.099ml 第二间就大一点 叫价是140万起 R Dross的房产中位价是105万 这间apartment是66万 现在看到这间是73万 第三间的价格是76万6千起 这些资讯都是一小部分的资料 就是给大家参考的 房产价格是会受到地区位置 面积和不同因素 而影响售价 片头一开始我就说 我帮个client去一个 在R Dross差不多建好的apartment 看看 这就是他的外围 还看到棚子都还在 现在你看到这个位置 建好后就是停车场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角的长方形 好像门的东西在这里 这些就是每一个apartment unit 都会有的storage room 可以给你摆下平时的不等洗 或者不是经常用的杂物 大家也可以看看 他们真是under construction 每个单位里面都还在吉 好了 不如我现在就带大家走进去 其中一个单位 看看他内部是怎样的 是不是很难想像 他建好究竟是怎样的样子 好了 不如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 他一个两房两浴室的示板单位 一进大门 来到左手边就是第一间房 这间房里面有一个built in wardrobe 以及也可以看到露台 在这个房的旁边有洗手间和浴室 而这个房的对面 你可以说是一个mini laundry 大门右手边就是开放式厨房 厨房旁边是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私人露台 有空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喝杯茶 看一下书 而这个房也有一个walk in wardrobe 而这个房也有一个walk in wardrobe 一人一个洗手盘不需要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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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间房间的洗手盘不需要搓 由客厅走出去有个露台位置 可以放一些outdoor furniture 小型烤烤炉 最适合用来开party和relax 其实在澳洲 很多房间也有分大型和小型 刚才那个房间只有两层 一共24个单位 没有泳池 也没有gym的设施 所以你的管理费是比一些大型 有多设施的房间便宜 那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间不同方向的景观 没有些单位是可以看到河景的 刚才介绍的这四个社区里面 如果要shopping的话 附近就有westville burgund 即是未改名之前的garden city 一般你需要的东西 都可以在westville burgund 买到的了 还有apartment附近 也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小店 和食肆 好了 我就介绍得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条片 农历新年章志 我就在这里祝大家 在苦年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开开心心 下条片再见 拜拜 好 你好 好 好 在这次拿去的派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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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